顺杀击败王毅迪夺冠后 主动走向大抵暖心一幕 两大细节全场故障 哈喽大家好 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在视频开始 还是访问各位朋友啊 能够点点赞点点关注 谢谢大家 和大家说一下国拼的最新情况 国拼在结束完新加坡大满贯赛事之后呢 也是正在参加河南新乡冠军赛 在昨天晚上是决出了男男冠军和女男冠军 男男方面樊军东是击败了辽敬坤收获冠军 女男方面孙颖沙4比1击败王毅迪收获本次的冠军 可以看出呢孙颖沙的状态确实是如日中天 不管是在此前的新加坡大满贯中连夺三项冠军 加上本次的河南新乡冠军赛 对于孙颖沙来说也是实至名归吧 也是让全场球迷啊彻底的沸腾了 因为目前来看孙颖沙的状态 不管是能力都是冠军整个国拼女帝 随着孙颖沙夺得冠军之后呢 在结束完比赛 他也是走进了王毅迪 两大动作也是感染了全场 第一呢他也是与王毅迪有一个拥抱 可以看出呢也是借这个机会呢安慰一下队数 毕竟呢都是国平队友双方非常熟悉 此前也是多次交赎 通过交赎记录来看孙颖沙占据优势 而王毅迪呢也是非常有机会 能够冲击一下奥运会的单打名额 这次王毅迪使出全部的水平也是没有击败 孙颖沙我们希望呢大敌能够在随顾取得获得成绩吧 第二点就是孙颖沙呢也是主动与王毅迪握手 可以看出呢作为他来说也是非常谦虚吧 我们希望呢他们两个队数啊都能够在比赛中取得获得成绩 孙颖沙在战争王毅迪之后呢也是接受了采访 通过采访呢他也是有两个细节感染了全场 让全场的观众啊纷纷的鼓掌 他还是表示第一呢他就是感谢球迷 确实没有球迷的支持自己呢打不出这样的高水平的比赛 有了球迷的支持他让自己呢有了勇往之下的动力 可以看出呢他对于可以看出呢孙颖沙的情伤非常高 首先感谢球迷 第二点呢就是感谢所有的队数 只有好的队数才能够减少自己的训练成果 因为每一个队数啊都是非常熟悉 而且呢像我们国平局的王万玉陈梦等人 都是在机场上自己的打球 而且呢彼此非常熟悉 对手的实力非常强劲 他自己呢也是非常侥幸能够获得冠军 可以看出呢孙颖沙确实非常非常谦虚 我们希望呢作为孙颖沙的说 能够延续这种一个状态 在以后的比赛中呢取得更难获得成绩 因为这随后还有澳门冠军的比赛 也是让球迷非常关注 希望呢孙颖沙能够在以后越来越好吧 随着孙颖沙这样一个机型的演讲 也是让全场的观众纷纷的起立鼓掌 确实应该给孙颖沙点一个赛吧 好了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咱们下期再聊